Hello 大家好 我是David 賴老师的先生 欢迎到我们的天天自然的 电磁卤料理节目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賴老师特别爱吃的一道菜 就是海南鸡饭 我觉得这道菜是蛮不错的 然后我们家里附近有好几家 还做很好 然后我就是之前去过很多 东南亚的地方 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是吃过 觉得是很棒 我前阵子做就是 就是在过年的时候 有个朋友送一个很棒的鸡 然后我们有做过 然后我在想就是 怎么跟大家分享 做这比较简单的版本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会做的 David 的简单版本的海南鸡饭 先介绍一下这个材料 你看我们今天用的话 就是两片鸡腿肉 就是有皮在上面的 就是在大卖场也是可以买得到 然后我这边已经洗了一杯的这个 泰国香米 泰国香米 已经洗过了 本来想做两杯 就是家里不够泰国香米 今天就可以做一杯而已 其他的材料就是小黄瓜 葱、大蒜、姜 然后这个香菜 在做这个海南鸡饭的酱的话 我今天会做两个酱 一个是他的这个酸姜的姜 跟这个姜油的这个姜 所做这个浓姜油的姜的话 就是有用这个老抽跟生抽 生抽的话我们用明生姜油的话 就是一杯的这个老抽 它就比较不咸 然后我们就是要用两份老抽 一份这个明生姜油的生抽 然后加一点点的冰糖 在里面 那我们还是有海盐 跟白胡椒粉 我们第一步的话我们先处理 先做这个鸡 鸡的话我先把它 先撒点盐 撒点海盐在上面 这样的话就是等一下煮出来 它这个鸡肉的话 就是它是会比较脆 比较滑 好 现在要再摆在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这个汤 我们今天做这个简单的版本 就是用天天自然的 爆天天自然的这个鸡骨筋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 来去做这个海南鸡饭的饭 对为什么要用鸡骨筋呢 因为一般就是要 可能差不多一个小时 来炖这个鸡味才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鸡骨筋 这比较快 我们会加这个 300cc的水 然后加一包这个天天自然的鸡骨筋 然后我们盖锅给它滚 然后我们盖锅给它滚 我会差不多五分钟 给它先滚一下 所以我再切一点这个葱 这几根就好了 然后切三片这个姜 这个会直接放在这个汤里面 给它一起煮 好 然后再滚的话 我们再放鸡肉进去 好 我们汤现在煮了五分钟 已经滚了 滚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两片鸡肉 鸡腿肉放进去 然后我现在在等它再滚一边 先我再把它关火 盖锅关火 这个版本是简单版本 一般的话 你在用一只鸡的话 可能要这样闷一个小时左右 看看你的鸡多大 现在我们就用两片肉的话很快 这滚的话 我先把火关掉 然后就把这个再下去 盖锅 等了五分钟 它就是慢慢手拿出来的话 然后再放在这个冰水 OK 我们现在已经给它焖 差不多五分钟了 现在打开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鸡肉有没有熟 因为你们买鸡肉 可能 对就是看到厚度嘛 不够的话 就是再闷一下 我先拿出来检查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冰水 然后等一下就是 你看有冰块在这里面 就是可以把鸡肉放进去 我先检查一下 这个鸡有没有熟 Yup 没问题了 它就是 放它进去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再煮熟了 好 这个还不行 就太厚了 我再把它放进去 一下下 小火 再焖 我觉得两分钟 好 你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熟了吧 对 这很重要 就是 你们要确定是熟 不熟的话 再把这个汤弄滚 然后再放进去 我们现在再试试看 差不多 这个汤很香 OK 熟了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鸡肉用冰水给它洗个澡 放进去差不多 五分钟 然后等一下再拿出来 这样弄的话 等一下这个皮会比较脆 然后现在我们汤已经煮好 我们再准备一下这个第一个姜 包括煮个饭 好 现在换锅 然后我要先切一下这个大蒜 跟这个姜 然后剥这个皮 因为等一下我要煮饭的话 要放一点这个姜 跟这个大蒜在里面 然后我第一道的这个 蘸鸡的这个姜的话 也是要用同样的 所以一起做 剥完的话 这是我们要切碎碎的 最 sometimes 有时 今天我 когда我们都不要山 姜跟这个大蒜就 一起把它混在一起 我们再多小小的 一般的人的话就是直接把它放在一个 叫什么Food Bus 的水的话是很快的 我今天的话就是花点时间这样弄 不知道就是用这个机器的话要洗 也是差不多时间 OK 差不多了 好 我现在就是把这个煎开火 一般这个人的话是爱好是帮我做的 因为它的刀法比较好 然后它是比较有耐心 因为它切比较细 OK 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也是热了 我先加一点这个鸡油 如果你没有鸡油 我觉得加点猪油也是OK啦 除非你不吃猪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大蒜跟这个姜放进去 炒炒 多点这个鸡油 好 好 这个香味炒出来的话先捞一点出来 捞一点出来 你看这个姜 好 现在的话再加点海盐 加一点刚才我们煮过的那个汤 那我会加一点葱 那我会加一点葱 OK 顺便这个热的话 像不要再洗锅的话 刚才呢 还有剩下一点的这个 大蒜跟这个姜的话 用这个米 放在里面 炒一炒 而且拌一拌就好了 拌一拌 我现在就是把火关起来了 拌一拌 等一下这个会很香 OK 好 拌好了 我现在会把这个米放在电锅里面 对 做这种意大利的risotto 也是要炒过 我觉得那边老外可能就是 是学 学我们中国人做的 OK 然后我现在准备倒一杯水进电锅 然后刚才就是一杯米 我现在就是要加刚才我们做完的汤 哇 因为我这个电锅的话 一杯米的话就是加一杯多一点点的水 对 看看你们的电锅吧 我现在就用这个大桶电锅 我觉得蛮不错的 然后放进去的话 OK 下面再煮饭 然后等一下我再准备这个 蘸这个鸡的姜 好 好 我们现在就是 我把这个弄好 第一个姜的话就是 大酸跟这个 酱嘛 这个也是很像这个 有一个广东的 就是他们吃的这个白斩鸡 也是有时候就这样酱 我现在再加一点这个 葱在里面 嗯 加一点 我们今天家里刚好有香菜 我觉得加香菜很香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吃 不喜欢这个地方放 OK 所以就变成 第二个酱 再尝一下 OK 这是第二个酱 现在要做第二个酱 第二个酱的话 用这个姜油来做嘛 我现在先开火 这很简单 比例的话就是 一分这个生丘 今天用云生酱油的 然后 两分这个老抽 这个老抽我买了 这不错的就是 我也知道在哪里买 就是说在 新店有一个 雜货店 他们专门进 从香港来的 就是老师看过 这成分蛮不错的 就是没有放什么花雪啦 然后 两分的这个水 然后一点 冰糖 有它一滚的话 拿出来就OK了 它开始滚了 我先给这个 这个冰糖 一花完的话就OK了 所以很多人做这个姜 也是放什么 蚝油 好像香港人呢 就是东南亚也是要这样放 不过我看这个 蚝油的这个 成分不好 就有什么味精 乱七八糟 不加 因为我就是吃海南 鸡饭的话 这个酱要甜一点 比较好吃 好 我先打一点这个姜 放在这个 拌上面 就特别好吃 好 没有吃啊 等这个的话 我就是切点这个 小黄瓜 我就放几片就OK了 其他的 我先留下来做一个 拌小黄瓜 好啊 二老师蛮喜欢的就是 用这个 应该是火麻酱吧 然后加这个 一点醋 搭酸 加点糖 跟点姜油 拌拌蛮好吃的 我现在有时间 我就再弄一弄 OK 这个姜好了 现在把它倒出来 等一下可以蘸鸡肉 现在我们两个姜就做好了 这个是姜葱跟这个搭蒜 然后这个是酱油的 浓缩的 我们在等饭煮好 我们就可以吃东西了 我还是先把这个鸡肉 刚才忘记拿出来 每一半这泡 差不多五分钟就OK了 现在把它拿出来 然后等一下我们切 可以吃了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饭已经跳起来 好了 哇 好香哦 好香哦 哇 真的太香了 我现在在摆盘了 这个鸡肉 有点饭 刚才这个鸡肉的话 切一片鸡肉 好 好我们刚才两个姜已经弄好了 这是姜油 因为就是有这个鸡油跟这个大蒜 跟姜跟葱 我觉得这个再加一点点麻油 我喜欢这个麻油的香味 因为台湾麻油很好 那我现在可以教老师来吃东西 给他摆几片这个 其实我刚才帮他做了 他喜欢吃这个宜燕的这个小黄瓜 他喜欢这个胡麻酱 对刚才在特别做给他 好 我现在教他来吃东西了 老婆吃饭咯 好 我们再来就是今天的餐吃海南鸡饭 太香了 我也喜欢吃海南鸡饭 我刚刚在等的时候 我还饿死了 好香啊 我好喜欢吃海南鸡饭 我做这个版本的话 唯一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就是家庭很小 或者是单身一个人 的话就是你怎么做一只鸡呢 或者比如说两个人 做一只鸡吃一个礼拜 对不对 而且这是最嫩的吧 对 我就是在想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过年 我们去朋友家就是拿大鸡来就是嫩很好吃嘛 嗯嗯嗯 然后我就想就这样的话就是 如果比如说一两个人 一两个人的话 没办法 一整只鸡没办法 然后比较复杂好不好 那就花很多时间了 而且你如果去吃海南鸡饭的餐厅里面 腿肉是贵的 对对对对 这看起来好嫩喔 对你可以试试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话就是可以做 差不多我觉得30分钟之内 可以做成了 好可以试啊 这你自己调讲 对对对这两个酱 这个是大蒜跟这个酱 酱 然后这是姜油 有点吃 对 这是有用一点名胜酱油 包括我那天买了那个老抽 然后一点点冰糖 嗯嗯嗯嗯 因为我刚刚讲买到老抽是没有乱家的东西 对对我跟他讲 我先吃口饭 你吃口饭 这是用你的方法做的吗 对对对 因为一般的这个他们的汤 如果你熬一整只鸡的话 就是这个这个汤比较纯嘛 嗯嗯 所以你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这个差不多10分钟 就是把这个鸡弄好的话 这慢弄的话 这个汤会有味道 所以我们加了一包这个天天自然的 对我在想说一两只鸡腿怎么会有这么浓的味道 你等一下喝这个汤 Oh my god so good 我觉得这个饭应该蛮健康的吧 刚刚David跟我讲说 他说这个应该是算是对的比例吧 这只有小小的一碗半碗而已 我就说今天这一集叫海南鸡饭 我有在管饭是多少吗 我觉得吃饭应该讲一次 因为又有油 因为有其他的这个 然后又香 对又有香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 这是这是姜葱 对姜葱 对姜葱跟大蒜 然后鸡油 我们每次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是我们公司最开心的时候 因为我们可以去David做的菜 你说这个是我们的鸡汤吗 对鸡汤刚才是 对在在在煮不煮 更香 有放一点姜片跟这个葱在里面 当初是这个在这里面 对对对对 煮就是慢煮 然后这个汁再去拿去做菜 对做饭 做饭 这太好吃了 然后我帮你做这个你喜欢吃的小黄瓜 这是芝麻酱吗 对对对对 嗯 好吃 但这鸡肉好吃 这鸡肉好嫩喔 也不错喔 这鸡肉比那天过年的时候做的 因为那个应该是土鸡 土鸡不能比 因为一般比如说餐厅他们韩南鸡饭应该用这个 这好嫩喔 他们应该用这个肉鸡 我觉得我爸吃这个可以吃懂了 对这个是肉鸡做的 我爸老的牙齿比较不好 可是他应该会喜欢吃这个 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 肉鸡你在家你是一个人啊两个人的话 这很简单可以做出来 哇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酱做的比店里的好 没有那个化学的味道 它那个酱里面有个化学的味道 因为这个是用好的酱油来做 这饭太好吃了 好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天天自然的电磁炉的料理 这个这个 电磁炉 电磁炉料理的这个节目的话 就是 好可爱 请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subscribe一下 好谢谢下次见喔 下次见 拜拜 一直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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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